今次來到美麗酒店 當然不是要做什麼的試煮報告 而是參觀這個這麼有利史價值的酒店 介紹當然不是由我說 由這位導賞團姐姐帶我們去游離這個酒店 我們準備好出發給你 好 在這一層可以看到另一個美麗酒店的標誌 就是一個很漂亮的拱落 在整棟大學裡面總共有22個拱落 其實現在我們踩著的地方是以前的車路 車就會由以前的正門在花園樓那邊過來 然後就要經過這條車路 下去下面的車場 來到我們大堂這個樓層 其實在酒店裡面都有很多藝術品 例如我們上面這個就叫做An Aggregation 它是由一個韓國的藝術家 伯宋傑去設計的 設計師就希望用一個小塊碳 來做出一個凝聚的藝術品 去帶出其實大自然 都可以融入在我們人的生活中 甚至在藝術之中 它的創作靈感就是來自一位九歲的小妹妹 閉上雙眼的樣子 它的作品就希望帶出一個很寧靜的感覺 亦都希望我們人可以經常反省自己 激發我們的內在潛能 另外在我們花園樓層 這裡就可以很清楚見到我們這棵的古樹 它的名字就叫做節果決明 它就是一棵很稀有的品種 在香港只有兩棵節果決明 被納入我們的古樹名牧冊裡面 因為原本這裡是一個政府辦公室 原本這裡已經是最頂層了 就是機房來的 那這個電梯也是為了上面新建設的 遷口相機協定 另外在天海酒吧和餐廳 這裡就可以欣賞最好的景色 在一邊就是 置身於最繁華的中環商業區 我們另一邊 去第二邊的時候 就會看到一大片的綠洲 旁邊就是香港公園 和香港動植物公園 所以你就可以在同一時間 欣賞兩個完全不一樣的景色 我們酒店最大的套房 Murray Suite 這裡就有225平方米 現在看到這麼大的客廳和飯廳之外 還有睡房、浴室 另外會有一個pantry和健身的區域 另外在這裡房間也很清楚可以看到 這間大廈的標誌就是幾何窗的設計 就看到窗的設計和一般的大廈不一樣 它是45度角套進去 有一個三角形的空間 突出的 作用就是外場會擋住過多的陽光 令到房間有充足的自然 光之餘 又避免房間會過熱 這個設計就令到房間的冷氣容量減少 一般的酒店設計也是房門 旁邊就是門 酒店有一個特別之處 門口有一個小三角形 這樣會令到房間的客人有多些私人的空間 我們這個歷史道想團下午時段的最後一個環節 就是可以試一下這個我們的獨家OVT啤酒 這個啤酒就是日本地的釀酒廠少爺啤 幫我們調配而成 就是希望跟我們這棵折果決明的古書 去做一個自棘 喝下去的時候就會聞到很濃的花香味 嘩 真是的